哈囉大家好,我是菜郎 今天是來到這個旱南海港城來吃飯 今天剛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今天吃的就是稍微比較好一點 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偷偷去看了一下 它的海鮮非常多樣喔 它這裡是主打海鮮為主 還有8到10樣的生魚片喔 好,大家去看一下吧 醬汁 拿了一下它最著名的海鮮 大家有沒有看到 超級大的螃蟹 它螃蟹是擺在上面給你隨便夾的喔 超級多的 然後它的生魚片也是非常多樣喔 各位 我剛去拿生魚片的時候啊 剛好夾到鮭魚的下腹的部位 這部位啊 通常是最貴最貴的部位 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哇 它油化氛圍超均勻的 然後我夾了兩片喔 我剛才吃的時候 哇 鮭魚的那個油花在我嘴巴裡面融化 超好吃的 哇 等一下 超好吃 它甚至還有出現 在外面比較少看到的 花絲生魚片喔 那我也有拿 先吃給大家看看 這裡白色的 吃吃看 嗯 哇 好好吃喔 一吃就知道超新鮮 它這裡啊 不光是生魚片喔 很多種 連螃蟹 我剛這樣一眼瞄過去 至少 至少海鮮去就兩種了 那我其他地方還沒去看 我們待會一起去吧 好 先吃啊 那這裡啊 也有烤生蠔喔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拿回來一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在這裡 哇 第一隻 在這邊 它是這種虛烤的生蠔 吃吃看 哇 哇 還蠻大的耶 它在虛烤帶一點辣還不錯吃喔 它有它的生蠔比較特別 它一次只能拿兩顆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這次拿的是這個 欸 這應該叫做 它有烤鴨 油雞這類的 它位置的編排啊 非常的明確喔 所以不會有那種 伸手混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耶 平常很少吃到羊排 那今天剛好有看到羊排 吃吃看 它羊排咬 咬起來有點 比較有韌性 它調味還不錯耶 它沒有把它的羊的燒味給壓下去 它本來是 給它讓羊排有點野味的感覺 還不錯吃 那我剛剛小幫手有拿一個這個海鮮餅 我剛剛咬一口 它的海鮮有夠豐富的 我咬一口裡面滿滿都是花枝的 就是跟它的蝦子 它這個小的海鮮餅超讚 一定要拿喔 我們小幫手說啊 它這個是烤的海鮮餅 超級推 一定要拿 超好吃的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我走到那個那邊 那裡是中國區 然後還有烤物 它這裡呢就會有 這個是 炸生蠔 超 超級飽滿的 一咬下去啊 它那個海味爆發出來 超棒 好愛喔 它那個炸生蠔超好吃的 嗯 哇有沒有 每一顆都很爆炸耶 每一顆都爆炸 它的海鮮類啊 都超級新鮮的 完全沒腥味 吃起來都那種濃濃的海味 愛 超級愛 它德國豬腳也不錯吃 那我慢慢吃吧 你看 這家店啊 東西非常多 它煮到海鮮 所以它海鮮類的各種料理 真的是超級多的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喔 那我會把資訊放在底下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我現在已經從 這個漢南海港餐廳出來了 那我覺得它的東西都非常好吃喔 而且非常新鮮 那我一開始啊 還會覺得 它那種小雨仙餐廳 會燈光會比較昏暗一點 那其實還會好 對 環境也蠻漂亮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喔 讓它呢 底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什麼想法 那什麼想法跟意見呢 可以在底下幫我留言喔 那不要忘了 追蹤我們的FB還有IG 那大家拜拜